四年多前查击一马公司案期间 被警方充公的大批珠宝当中 就包括了一只价值22万美元 大约是96万令吉的白金钻石手镯 相信是不堪冗长的程序 身为原主的前首相夫人 拿丁斯利·罗斯玛 终于放弃申索这只心爱的手镯 继续交由国家银行来保管 罗斯玛的代表律师阿茶木丁 今天在金泊坡高庭进行案件管理时 向法官传达了罗斯玛的意愿 也就是对白金手镯的拥有权撤销申索 同样有权锁回手镯的 黎巴嫩珠宝公司释黄贸易 也透过律师拿都大卫回应 赞扬罗斯玛的决定 为各方节省了不少时间 而另方面同为被告的前首相 拿都西纳吉则通过律师沙瓦尼提醒 他们还没有收到检方 修改指线申索7只手表的回应 对此副检察司法定表明 总检察署已经收到有关的申请 不过还需要时间研究 如果有进展的话呢 就会再通知法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